《优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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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谭若霜 是一名建筑师 这是2022年我在上海建成的一个项目 武康居委服务站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是不是和大家想象中的服务站不太一样呢 你看这些阿姨们 他们是居民自己组成的月光歌舞团 看得真好 你们这个唱歌唱了多少年了 一起 好多年了 我们是05年 王老师就开始了 05年 我是70岁的时候开始唱 真的 你们都好年轻啊 显得 4 6 8 9 我们 去不去吧 就是 金座 有关歌舞团现在已经落成泥了 对于基本上 居住在武康路已经有居民 因为那个地方是中心嘛 山地呢 山树是比较紧张 就是 就能来到公园里 跟公园里 跟公园里 所以 当人工呢 因为这个地方呢 是高度里想 让你用车 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 一堆这个人工 把它用 我们这个人工呢 把你两种的 拿出来 那每日都只有这 之所以有这方位去 至少要用 这种的 武康居委位于一栋 历史建筑 潘兴公寓的一层 它坐落在上海的 安福路和武康路附近 现在说起这里呢 到处都是林立的商铺啊 时髦的餐厅啊 各种年轻人打卡的地方 但实际上 武康路上 不仅有不同风格的历史建筑 还有许多 一直居住在这个区域的老居民 上海呢 是个海纳百川的城市 所以我希望这个区域 不仅有林立的商业空间 也有适合这个街区老年人活动的空间 所以武康居委服务站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考虑了空间的多样性 我们就基本上是做了三个空间 入口最近的地方是接待区 隐私比较好的地方是工作区 然后最大面积的地方留给多工的活动区 让它有最多活动的可能性 正好它这个潘兴公寓里面是大量地运用了这种圆弧的元素 我们就把这个架子库放在房间的远端 一来它是对其他活动的影响是最小的 把联幕一拉开 它马上就大幕开启 形成了它乐队排练的场所 每次看到他们就感觉生活是积极向上的 作为一个设计者看到使用者能够在空间里面 如此灵活自如如此欢快地使用这个空间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空间设计它才是成功了的 我小时候呢是长在长沙的老城区 我小时候呢是长在长沙的老城区 历史名城 我对历史风貌一直有极大的兴趣 上海呢它就比较幸运 它的一些近代历史的场景啊街区啊 就被相对完整的保留了下来 所以我从同济毕业之后 就一直生活在上海的风貌区里 后来去意大利学习了历史建筑修护 回来之后就开始在上海的风貌区里 来做这些历史建筑的更新 安福居委服务站 是我在上海的风貌区里设计的另一个更新空间 在这个空间的改造上 我们重点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的窗台 阿姨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 它这个窗啊 我们要进去了 你们就可以 就拉开了 对 它这样它就 它就关起来了 看它现在这个 这个上面的这个花纹 是不是跟你们原来老的 那个那个时候的一个护窗是 对对对对 天气好了之后 天气好了之后 对我们就可以打开 然后就可以坐在这里了 对对对 太好了 比如说外面有点凉了 我们就倒到这里来 坐一坐 踩起来 很方便的 一踩就可以了 在这个方便 在这个方便 等天气再暖和一点 然后这里就可以做得住人了 然后天天在这里 在这里聊聊天 然后看看外面 对吧 这本书嘛 在里面看来 还是住在外面亮光 我说你现在看书眼镜不行了 不行 我已经不白了 我已经不上我 到时候 搞个自愿者给你们赌一赌 赌一赌 这个赌比较赌 我还是自己看很好 我现在是一边戴眼镜 我们觉得有生命力的建筑改造 不能只面对一个年龄层的群体 只面对年轻人 安福路现在来讲的话 是年轻人聚集的一个场所 你现在如果在上海要看到最新的趋势 最流行的穿搭 然后最好玩的液态 基本上都聚集在安福路上 但实际上呢 在在地的也有很多老年人 他们也希望跟这个街道 发生更多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窗口 实现了一个空间与时间的链接 窗口拉开之后 老年人坐在这里 能够观望着外面的世界 当他们看到青春洋溢的一个个个体的时候 转过头来 又看到自己青春年少时 比较熟悉的色调和场景 同时呢 年轻人也可以通过这个窗口 了解在地的居民 实际上是如何生活的 实现了几代人之间的一个对话 我刚回来的时候呢 是满怀信心的觉得 肯定是一回来就做大项目的 但是呢 这几年反倒是我做的都是小项目的 小道路上 一个垃圾房 一个洞堂的围墙 其实大家对风暴区的第一个印象 是在街面上的这些小空间 而他们却是没有被妥善地得到处理的 所以我们就希望宇宙中心的这些微尘 重新打磨 让他们折射出风暴区的一个个小的光芒 你要哪个阿姨 我五个菜包 五个菜包 十二块五 来 肉包有菜包 我要肉包 你这个包子是大家天天看的 这家伊利包子铺 是我在上海建成的第一个上母 它在这条路上已经存在了17年 是这条路上唯一的一个早餐店 非常受居民的欢迎 这个包子铺当时就是 一个这么小的门面上面挂了一个 大概两米高的招牌 对这个街道的侵略它其实是比较大的 高安路它是三十年代末期 当时开发出来的一个居住街区 我们还是希望它不要有侵略性比较大 商业空间来破坏街区的宁静性 所以我们就以门为这个突破口 设计了双面的招牌 就是说它关档和闭档 它其实都是有它的一个招牌的露出的 当它打开的时候 它是一个商业空间 当它闭上的时候 就是包子铺老板家的 它的一个居住生活空间 这个招牌也是重新设计过的 它配合了包子店的特性 把上海近代一些造型美学 都融入到了里面 在融入蜂帽的同时 也提高了包子铺的商业价值 我觉得蜂帽区 它并不是空灵而冷漠的天上空雀 它需要可爱又鲜活的人间烟火 我们的设计 既要融入街区符合蜂帽的要求 也要保证让这名居民更好的生活在里面 最近生意应该不好 对 早上七点钟就得起床 然后到晚上两三点钟才能睡觉 在蜂帽区里面做项目 它所有你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需要是有根据的 我们在设计时呢 查找了历史的档案 也做了口述历史的整理 这个便利店的首层 其实是一座建于1937年的老公寓 当年这个便利店所处的地方 是俄罗斯面包房 理发店 整所的这样一些空间 我们之所以做了一个橱窗 和一个入口配合的状况 是找到了当年的原始图纸 你看对面 是不是有很多这种 竖像的装饰线条 这就是很有名的西湖公寓 它是一个现代主义 再加上垂直的 Art Deco的这样一个风格 1935年这种风格 全世界最著名的一个建筑 就是纽约的帝国大厦 你就是说 这里当时确实就是宇宙的中心 然后这个建筑就正在它对面 大部分采用的都是水平的装饰线条 一个垂直一个水平 相对而立 支持我们能够得到一个 更符合这个建筑历史发展的 一条这样的脉络 这个门店的把手 我们是根据原始的建筑图纸 进行了一个还原 上海当时它是一个非常摩登的地方 它整个立面上只有水平线条的话 就没有那么生动有趣 所以我们选择把鞋把手还原出来 让整个空间更富有灵动性 我从业三年以来 基本上做的都是这种 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 小空间的改造 但其实做下来之后 我觉得这些具有人情味的空间更新 也是具有非凡意义的 我的工作 其实就是通过设计 把这些断掉的封茂篇章 重新连接起来 将封茂区连成一个 能够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特征的 完整画轴 其实历史建筑改造 归根结底还是为人服务 这些存在了近百年的建筑 在延续历史风貌的同时 依然能够满足当下人们的生活需求 我觉得这才是城市更新最大的意义所在 新的一天 从光明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